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看中国的新闻联播这样的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会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集体隐身不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这段时间很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北戴河休假期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新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北戴河的政治地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在过去党代会之前会在北戴河先举行所谓的一个酝酿会议 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些这个重大决策也会在北戴河诞生 这里有人说它是一个下渡是一个避暑圣地 我看了一下新闻有时候还会说这个避暑圣地 说是休假 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专家和这个专业人员也会被请到北戴河去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在休假还是换个地方办公啊 那总之来说北戴河和北戴河休假在中国和中国的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那在今年的北戴河上会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事件发生呢 有一个很可能是就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关于秦刚的命运 我们的题目之前也有提到很可能这个习近平会在北戴河再讨论一下关于秦刚的去向 他究竟会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那关于2023年的这个北戴河北戴河休假和平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事上胡锦涛先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啊 这个有没有北戴河会议啊 大家即使是有争议的啊 那么我是传向于没有一个严肃的啊或者是我们传统上的一个决策会议 更不太可能今天去讨论什么秦刚这种级别的这个人 秦刚因为上任的时间很短啊 然后他在中共权力体系里面 你可以说是一个重要领导人 但是实际上跟权力核心还相差非常遥远 我不认为北戴河会议要决定他什么什么命运啊 这种命运习近平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啊 就是政治局通过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北戴河会议如果大家真有机会在聊天 大家聊的可能还是经济问题 因为经济问题则是个真正核心的一个问题 任何国家现在不管是什么体制啊 经济问题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秦刚的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的这个关键啊 对我们新闻来讲是一个新闻 但是从现实政治来讲 不需要北戴河会议来讨论问题 北戴河会议嘛就是 北戴河也是很多的场景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啊一个海滩 所以专家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人去休养 有的人可能是长期在那个休养 其实都是比较正常嘛 我觉得总之是北戴河会议 你一个医生应该是没有啊 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元老们执政在一起 会抨击习近平啊 早几年不是很多谣言嘛 四年以前就是海外吧 反正就是好玩嘛 有自由大家怎么讲都可以 说元老们在一起开会 或者是碰一碰要把习近平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习近平既不要利用北戴河 或者把其他元老们怎么样 或者把其他人怎么样 其他人也不会利用北戴河呢 就把习近平怎么样 中国的政治早就已经走出了 原来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那种 多种势力可能存在的状况 现在势力只有一个啊 就是习近平势力 中国搞得不好就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 搞得好也是习近平的功劳 他中国政治已经进入了这么一种生态 不大可能形成一个集结对习近平的势力 习近平也应不着去开什么北戴河会议 去收拾某个人 去会上收拾一个前任的国家领导人 那也许可能 现在秦刚这种人应不着 好的那和平先生认为啊 这个北戴河可能如果说真的要大家 聚一聚讨论一下的话题也只可能是经济问题啊 聊一聊了就是聊一聊今天怎么样 对吧 但是真正严肃的经济会议它不需要 因为它有中央经营会议 对吧 你得有中央经济会议 而且经济也不像大家现在想象的那么的 就是彻底崩溃的危机 如果真的有崩溃的危机 那当然大家会非常紧张 中国的经济是出现了非常困难的一个 一个过渡期或者调整期 但是离一个拆毁期还有很长的距离 好的感谢和平先生对于北戴河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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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